作品十八号 淳朴的家乡村边有一条河 区区弯弯 河中架一弯石桥 公样的小桥横跨两岸 每天 不管是鸡鸣小月 日历中天 还是月华泄地 小桥都印下串串足迹 洒落串串汗珠 那是乡亲为了追求多棱的希望 兑现美好的遐想 弯弯小桥 不时荡过轻吟低唱 不时露出舒心的笑容 因而 我至小的心灵 曾将心声献给小桥 你是一弯银色的新月 给人间普照光辉 你是一把闪亮的镰刀 割溢着欢笑的花果 你是一根晃悠悠的扁单 挑起了彩色的明天 哦 小桥走进我的梦中 我在漂泊他乡的岁月 心中总涌动着故乡的河水 梦中总看到公样的小桥 当我访南疆 探北国 眼帘闯进座座雄伟的长桥时 我的梦变得丰满了 增添了赤橙黄绿青蓝紫 三十多年过去 我带着满头霜花 回到故乡 第一紧要的便是去看望小桥 啊 小桥呢 他躲起来了 河中一道长红 遇着朝霞熠熠闪光 哦 雄浑的大桥敞开胸怀 汽车的呼啸 摩托的敌音 自行车的叮铃 合奏着进行交响乐 南来的钢筋花布 北往的干城嘉琴 汇出交流欢愉图 啊 蜕变的桥 传递了家乡进步的消息 透露了家乡富裕的声音 时代的春风 美好的追求 我默地记起儿时唱给小桥的歌 哦 明艳艳的太阳照耀了 芳香甜蜜的花果捧来了 五彩斑斓的岁月拉开了 我心中涌动的河水 激荡起甜美的浪花 我仰望一壁蓝天 心底轻声呼喊 家乡的桥啊 我梦中的桥 节选字 正营 家乡的桥 我仰望一会儿